森的森林里,一男子极度恐慌地向前奔跑,时不时回头望,天刻体力透支,靠在树下休息,一个面目猙獰,满脸是血的女人,飘在眼前,男子跪下的不轻,跑进一家郊外理发店,美女老板娘笑脸相迎,男子故作镇定,随意点个套餐,殊不知他已走近在死亡的边缘,男子过于疲惫不知不觉地睡去,当在醒来时,他发现已被五花大绑捆在椅子上,此时美女老板的脸早已面目全非,两眼冲血,猙獰地望着他, 他拿出锋利的手术刀,狠狠地朝男子脸上,身上一刀一刀地划了上去,他告诉男子,你平时怎么虐待小动物,今天就怎么虐待你,随后又拿起吹风机,插进了男子的口中,男子活生生被折磨致死,第二天清早,大山从床上惊醒,原来是做了一场噩梦,心神不定的他来到楼下,发现了咔一个血迹,和不知哪里来的吹风机,他们福弟是你的吗,福弟说不是,画面一转,大山的女儿小满,准备带男友小陈回家探望父亲, 和他们同行的,还有同学小娜和小智,一路奔袭自然来到荒郊理发店,大山热情安排小娜的几位同行住下,当小娜选到房间时,突然被大山拦住,并且警告他禁止进入不然后果自负,到了半夜,大山给小满搭理头发,许久不见的妇女拉起了家常,另一边小娜出于好奇,来到那个进入的房间门口,这时门内传来恐怖鬼叫声,吓得小娜赶忙跑回房间, 这时隔壁的小陈还在暑睡,隐隐觉得旁边躺着姑娘,突然他感到不对,瞬间被惊醒,原来身边是个冲气娃娃,小陈急忙跑到楼下,发现众人都在,他们此时都是神魂未定,原来他们刚刚都遇到了不可思议的事,小娜此时精神几乎崩溃,喊着小智的名字,众人才发现小智不在场,他们来到小智房间,发现房间一片凌乱,血迹斑斑 小娜在房间,找到小满的手边,于是说小满是杀人凶手,他告诉小满,是他是个小满的男朋友,小满是在报复他,杀了他的男朋友小智 小满得知男友劈腿,痛苦跑回房间,老爸上来就对小陈一顿狂揍,这时另一房间传来尖叫,众人来到房间,看到玻璃上的携手印,和自己的一样,惊恐不已,这时大山发现了小智的手机 原来杀人凶手就是房客老黑,女鬼也是老黑装扮的 老黑不假思索,承认了一切恶作剧,他本想杀光所有人,抢劫他们的财物 他挟持了小娜,逃到房间内,找到猎枪,小娜趁机夺路而逃,被老黑一枪击中 众人此时追来,与老黑纠缠一起,片刻众人都露一下风,小娜忍着剧痛,拿起剪刀,从背后偷袭成功,老黑就此倒下,好了